11月19日凌晨,缅甸军政府全面接管了老街的军事指挥权,不再掩饰,准备与同盟军决议雌雄,白锁城一家被米昂莱派出的缅军专机从老街送到内比都的私人会所,然后接管了老街的房屋,米昂莱才是缅北四大家族真正的保护伞米昂莱这只狡猾的狐狸露出了尾巴,让白锁城搭乘缅军飞机逃离老街,这可能是一个局,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白锁城只是米昂莱的一个棋子,或许是知道的太多,一旦老街被攻破,白锁城随时都可能转交我国作为一个牺牲品,目前亲米昂莱派出亲信自上场接管其支持的缅北委政权,准备孤注一掷,毕竟一旦老街被攻破,缅北局势将失去平衡,会进一步影响缅军在缅甸的地位跟声望。 此刻,缅甸的命运成为大国界的博弈,白锁城成为了同盟军与缅军的斗争胜利品,老街的得失关系到整个缅北战局,走出山林的同盟军志在必得。 缅昂莱军政府继续出动精锐部队,试图夺取滚弄大桥,这座通往老街的要道,是由大国援舰的造福人民的爱心桥。 同盟军只能坚守而不能毁坏,在同盟军的伏击下,以及无飞机的打击下,缅军的进攻暂时被击退。 然而,缅昂莱绝不会罢首,因为得此桥者将得到老街,得到老街者将主宰缅北,如山女欲来封满楼,决战时刻正逐渐宁静。 在多民族的缅甸,武装割据山头众多,过去,缅人曾通过挑拨各民族武装之间的利益差异,分化瓦解,借机谋取私利。 因此,除了武装斗争,建立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势在必行,以加速人民解放的步伐,让缅军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越陷越深,为国感甚至整个缅甸的繁荣。 国感,甚至云南的腾飞,开辟一条南下的便捷通道,天时地利人和具备,不久的将来,建立起真正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中华儿女和缅民族的幸运之军。 彭将军也是审视多事的消息,他知道错过这次机会,以后永无翻身的机会,现在的缅甸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不光是同盟军,就连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组建的国家保卫军,也对敏昂来的政府军进行全面攻击,使得政府军处于父辈受敌的尴尬境地。 苗莱是缅甸最大的军阀,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他曾经击溃彭家生的军队,甚至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府,但如今在他的权力岌岌可危之际,同盟军和昂山素季的联手,使得他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同盟军上尉似乎成了必然之势,然而局势的演变并非如此简单。 我国历史上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谁能够稳定局势,谁就能赢得民心。 苗莱和昂山素季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缅甸内部权力争夺的体现,而这种争夺不仅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缅甸的未来走向。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妥协,那么缅甸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下来的,无论谁上台,都需要面对缅甸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他北方这个巨大邻居的问题。 须知,这个巨大的邻居完全可以左右缅甸的局势,不管米昂来之后谁主导缅甸,他们都要考虑一下该邻居的想法。 如果说之前缅甸还不太在乎邻居的想法,甚至仗着自己有什么油气管道就能拿捏邻居的命脉,那么接下来缅甸就要好好想一想了。 这个邻居要么不生气,一旦升起起来,整个缅甸就会发生巨大地震,这个破坏力是缅甸不可能承受的。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介入缅甸局势,并且为我们找到在印度洋的出海口,到那个时候,对印度我们是进可攻,退可守,在百年大变局的当下,我们就可以占据先发优势。 20日缅北消息,白索成跟儿子白银仓座直升飞机成功逃亡到内比都,缅甸下令缅甸政府军全面接管老街的防务,并准备好与同盟军展开大决战。 11月19日凌晨,明昂来派出军方直升机空降老街,把白索成及其家人接到了缅甸首都内比都,这是缅军的绝对控制地盘,老街的防务也由明昂来派来的两名最德力干将接管,并且宣布白索成及其家族成员所有职务全部罢免。 从今天开始,四大家族正式灭亡,白索成家族全正式退出了果敢地区的历史舞台,随着明雪昌畏罪自杀,其他家族投降,白索成逃离老街,也预示着果敢自治区以白索成为首的老街四大家族时代彻底结束。 但是,我认为白索成逃跑也是多此一举,他早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目前缅甸也撤销了对白银仓的通缉,看来白索成跟敏昂来达成了妥协,现在看来,敏昂来的军政府是要决定立保白索成,但是现在缅甸各地风烟四起,敏昂来能保住自己都费尽,在缅甸这个多民族国家,武装割据山头众多。 我相信,以现在缅甸的形势,用不了多久,敏昂来就会下台,这个时候你还敢不顾大国的感受,立保白索成,你胆子太大了,依我看,白索成失去敏昂来的庇护以后,迟早会被移交给中方。 白索成我劝你认清形势,赶紧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不然就等着被销户。 缅北的许多诈骗分子都是中国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地伤害同胞,网络上常见的嘎妖子、关水牢等词语,都是出自缅北这些恶魔之手。 然而,虽然这些中国诈骗分子嚣张跋扈,却实力不堪一击,事实上,真正给予他们土地和庇护的,才是真正可怕的恶魔,若是背后没有保护伞的支持,这些小人物是根本不会有任何机会的,早就被一网打尽了。 在缅北的大小军阀之中,只有国杆、瓦邦和小猛拉这些地方,才有开发园区并保护诈骗分子,他们以霸道和极其残忍的手段控制着整个地区,将其变成了一个诈骗犯安全的避风党,使得这些诈骗分子可以一直安全地在里面从事着诈骗活动。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地为诈骗犯提供保护伞的恶魔都是哪些人吧。 首先,缅北地区有着非常强大的四大家族,白家、魏家、刘家和彭家,在这个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白家经营着百胜赌场,魏家则拥有亨利集团,刘家涉足福利来超市,而彭家因其领袖彭家生而广为人质。 白索成出生于1950年4月,果敢红颜,原本他是果敢同盟军的副司令,然而,他背叛了同盟军,在缅甸政府控制下果敢后,成为首位政府主席,成为果敢四大家族中的首领,成功掌控果敢地区。 他手下有着2000多名民兵,只留下200名亲兵来保护自己,将其余的民兵交给了两个儿子管理。 白索成并没有直接参与灰色产业,而是由他的子女们代表他出面。 白英能创建了果敢百胜集团,并在老街上经营百胜酒店,白英能手下的民兵数量并不多。 主要负责处理白家在政治方面的关系。 白英仓投入了巨资,开发苍盛诈骗园区,并专门从事诈骗活动。 他还创办了爱民医院,让果敢地区的居民可以享受到身边的医疗服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业都是建立在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代价之上,被白英仓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 白英仓指挥着1000多名民兵,主要负责白家势力的安全。 白英湘是国敢歌胜公司董事长,国敢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妇女会主任,传闻其在缅甸做了许多帮助当地妇女的事。 不过不知道他对于自己的哥哥们所做的那些事有什么看法? 难道是只许你们保护人嘎中国人的妖子,中国人就得维护那可笑的情意,再说你两句好话不成。 白英蓝是百胜集团董事,新百利公司董事长,他是百所成女儿中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心狠手辣之辈, 在当地也在做着好事,宣传好名声,听说还想反诈骗,可笑,干着诈骗的够当赚钱,还打着反诈骗的旗号赚名声。 白英改几年前嫁给了温州商人曹强力,他们夫妻两人,在国敢也是坏事作戒。 以上就是缅北地区四大家族之一白家的介绍。 这个家族由百所成领导,他的子女们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管理着百胜酒店,福利来超市等产业。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白家背后潜藏的黑暗面,特别是白英仓的诈骗园区和白英改夫妇的步伐行为。 这段话详细描述了白家的家族结构和各个成员的职责和行为,并以简明恶药的语言呈现给你,希望你能对这个家族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